Hello Hello各位 這間房間是否超陌生呢? 沒錯,因為我今天不是在Jade的房間 而是在我自己的房間 為甚麼會得到我這個房間呢? 因為我和Jade給了一個證明 就是讓我在阿Murbeauty.JM的頻道 讓我自己和大家來聊天 我今天為了令大家看到更真實的我 我就是穿著了我的睡衣 那大家是不是看到一個 完全拿到自己的真性情 我說笑而已 哈哈 不要笑 好了 今天只有我一個在這裡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之前看了你們 有一個人的留言 他就說想知道我和Jate是怎樣 減肥 然後也有 一些人就說 覺得我經常笑好像很開心 然後我就覺得 我想讓大家知道更多關於我 所以我就拍了這個影片 我就是希望令大家可以了解更多關於我 以及我的歷程 其實可能大家看到我平時就是一個 經常都很開心在笑的人 但其實我也經歷了很多事情 而我今天在這裡拍這個影片 最重要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曾經有一個飲食失調的病 就叫做Bulimia 就是暴食症 我想聊一下 不是聊一下 我想說 我如何去康復 以及我如何去令自己個人正面一點 開心一點 以及正面一點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但只不過 有時候去到一些壓力的位置 那 就 沒辦法了 那個人 變了就變了 那件事要發生就要發生 那他就 不幸地在我身上發生了 其實 我知道 一些人經常說 好像很大件事 但其實 是很平常 可能在你身邊有一個人都是這樣 但他不告訴你 因為 這個人不是我們值得 proud of 其實 我跟Jade是一個 最好的朋友 但我跟她說的時候 是 嚴重到我要去看心理醫生了 的時候 我才跟Jade說 因為 我覺得 這件事是一件我很不安心的事 即是 我很不想讓其他人知道 其實我媽媽 都是去了很後期 才知道我自己有這個病 所以 嗯 對 那我就 好遲先告訴大家 但我又覺得 我現在就是 因為我現在在recover 其實 我現在已經康復了很多 我那個保證的問題 已經 怎麼說呢 即刻了 那我就 所以就很想在 通過我們這個渠道 去那些外面 和我一樣 都是肥的女生 即是 我不是說 你那些 我102磅 我很肥 我肥了兩磅 我現在變了肥的了 那些 即是說到好像 我們真的在我們這些 visually 是真的很肥的那些女生 又或者一些 對自己好沒有信心 或者和我一樣 都曾經有個 暴食症的朋友 一起可以聊一下 就是 聽一下我 聊一下 那 如果你們對我這個影片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聽下去吧 好了 那我開始的時候 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病 其實我是在兩年前的Christmas 開始有暴食一個問題 其實那時候也不是很嚴重的 就是未去到 是令到我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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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她經常都不覺得自己很適合 但我真的覺得你很適合的Jay 那麼 對了 這樣很新型的 我身邊很多朋友 在這個社會裡面 即是說真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說 size doesn't matter 你每個人不同的size都可以很漂亮的 但我始終都覺得 其實我也想做一個可以讓人感覺健康一點 走路不好 一嬌一嬌一嬌 一走出來就嚇死人的一個女生 即是說真的 可能你說 其實肥的也可以漂亮的 但可能我覺得 我自己來說 可能身形真的不可以這樣 除了不健康 不健康之外 不過很誠實地說 當初我沒有想過健不健康這個問題 我只不過是想瘦瘦瘦瘦瘦瘦瘦 但是我現在就開始去care健不健康 然後我就 開始減肥了 那我就對我自己很嚴格的 一個星期有7天 那我6天都會去做健康 我還要做一些很厲害的 Cardio exercise 然後 我又不是很懂的 那我就自己去做 然後 我是逼自己不讓我吃很多東西的 我身邊的朋友都知道 我那時候真的逼自己瘦瘦瘦瘦 有一次我們去Jade家玩 然後我開始吃東西 然後我的朋友 就直接拿個電話出來 錄音說 OMG MIMI吃東西了 有什麼可能啊 我不相信 那些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真的這麼誇張呢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逼得自己好緊 然後我就一度減 一度減 然後我是減了五十幾磅 然後那時候我是 由二十幾磅 一個大皮婆 搞到一百七十磅 這樣 其實我這樣真的很開心 你明白嗎 以前我很多衣服都穿不到 我買衣服是永遠都沒有馬的 然後我想穿什麼都不適合 可能 你們外面有些看這個影片的女生 都有一樣的想法 其實真的很慘 你明白嗎 你都想自己可以穿得漂亮一點 好看一點 但你根本不是穿得好不好看的問題 你連連想買馬都沒有 真的很悲哀 然後我選了那個時候 我真的開心得爆 我告訴你 那時候那些衣服 可能你穿得不好看 但尷尬你穿得下 那時候是挺開心 然後 但是因為我迫得我自己這麼重要 就是我什麼都不讓自己吃 我只是吃 我上學是一盒菜 我吃一些很奇怪的纖維粉 有時候我試過一些食慾減肥法 我還曾經去過某某的簽體公司 那些簽體療程 是的 我的確是減到170多磅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一些需求 有一些欲望 你很想吃 譬如說我超想吃朱古力 但我迫自己不讓我吃 然後我整個幾個月問朱古力是什麼味道 我都忘了 然後你經常會想著朱古力 但你又不讓你自己吃 因為我現在的減肥 我成功了 我減了這麼多磅 我穿不到的衣服 我很爽 我不會讓我自己肥 那我就逼自己 那時候 我就真的飽了 我三個月 一磅都沒有下 但我一樣逼自己這樣吃 你知道那時候你的心情很不開心 對於一個減肥的人來說 是很困難的 我想說 那些人說 減肥容易是困難的 其實我覺得是真的飽了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 我就開始頂不順了 那我就 開始吃回肥的食物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說 天啊 我這麼久沒吃過 我現在一吃 真的很爽 很美味 然後我就不停地吃 加上 真的受不了 我怎麼努力的話 都沒有用 然後 讀書的壓力也很大 那我也很煩 家裡的東西 還有 即使我那時候 真的減到一百七十幾磅 但是我還是一個肥的女生 我還會給身邊的人 就是 我很幸運我有Jade這個朋友 她永遠都不會遮 可能我們有時候會說一下笑 說一下 大家女生 每個人都會聊一下 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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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女生都會 但是我們 我們 就是很幸運 Jade不會 說我 即是她不會說 嘩 你這個肥婆 我不想跟你做朋友 她絕對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其實我也很幸運 認識了Jade這個朋友 那 如果Jade在這裡看 我應該要打你一個Kiss 好啦 其實還有我身邊 還有其他的朋友 他們都很支持 那 朋友很支持 但是街上的人很支持 那 在夏天的時候 真的很熱 那你有時候 如果真的要穿長褲 你真的很辛苦 你不相信 那你當然會穿短褲 然後你又會去沙灘玩 那沒有人說過 肥的女生就不可以去沙灘 雖然我二百幾磅的時候 真的會很不圓 其實我 其實我減了五十幾磅之後 我都不是特別想去沙灘 因為我真的 好 insecure 對我 真的很不喜歡自己的身體 然後 然後 我去沙灘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人 就在那裡 就是我被一個浪 蓋過來 然後呢 我就站不穩地 韌了兩銀 就撞著 然後我就被一個 不懂的外人 就是笑我 我是一個 大瓊魚 那些東西 那時候我真的很不開心 你明白嗎 其實我不是 只是 被人這樣說 其實我是 有時候在街上都聽到 別人這樣會笑我 或者 會有些目光地看我 其實我是知道的 那每一個女生 被別人這樣 都不會開心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在那個時候 我就真的 不開心 到 不得了 這樣 然後 在那個時候 我就真的要爆了 那我就 開始了不停地補食 這樣 不停地吃 不停地吃 吃到你這個人想嘔 你受不了 你再吃不住 這樣 那一隻吃 這樣呢 嗯 那我就吃到這樣 其實真的對身體 是很傷害的 你那時候補食 你很害怕 你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有時候我又會吃到飽到 是你 就是我後期去到 你不需要求 他都已經嘔 因為 你真的控制 就是你飽到你的胃 是根本你的身體 符號不了你 吃那麼多的食物 根本它根本消化 也消化不了 你的胃根本也沒有那麼多 去放 這樣去到那個時候 其實我真的 你覺得我自己 很有問題 這樣 然後我就去 approach了 我一個 蛇公 然後他就 把我revert 去一個 心理科醫生 這樣 然後 然後 現在就 好回了 其實 都 還是一個 進行的 我還未去到 嗯 我現在未 100% 是不會再有這個事發生 但是 起碼我已經 有一個多月 沒有再 報食 那我現在開始 我打算跟大家說一下 我怎樣可以令到我自己個人 更正確 還有 我怎樣可以令到我自己 不要再整個人 報食 那我就是有什麼方法去令到我自己這樣 其實我想說 報食症的人 最重要是你要治療的東西 不是綁住你自己 不讓你自己吃 而是 你去做什麼 令到你明白 你去愛惜你自己的身體 你需要知道 報食這件事 不是 其實 吃這件事 根本就是 你人的pleasure 每個人都需要吃這件事 而且你吃些美味的東西 根本就是 令你自己 有一個 喜悅感 在你 會很開心 但是 去到報食的時候 你根本就在傷害你自己的身體 所以 有時候應該 所以 所以 你就要明白到 什麼 是報食 什麼是 你真正在享受的 這樣吃 好啦 其實我已經 很 賴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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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 都講了完整個故事 當中還有很多事情發生 都是加一加 一加 如果大家就有興趣 知道 更多關於 如果你有暴適症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你們有這個問題 如果你有想要跟別人聊天的話 其實你們是可以電郵給我的 我就會把我的電郵在下面的描述箱裡打出去 我們就可以聊聊天 如果你覺得經常對自己不開心的話 我們也可以聊聊聊天 我最喜歡聊聊天 告訴我我經常常聊聊天 我現在就把自己令自己更正面更開心 還有我做了什麼令我更珍惜自己的身體 我就很開心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愛惜自己 其實我想說你真的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胖不代表你是一個失敗 即是你胖不代表是錯的 或者你不夠漂亮就不代表是錯的 我想說其實你根本 人們叫你說Size is a matter 不是叫你 你很胖你二百多磅 那你就繼續二百多磅你都很漂亮 你很健康這樣 其實想說的東西就是 你要學會去珍惜和愛你自己的身體 當你自己真的做到你珍惜和愛你自己的身體 你就明白你的身體需要什麼 其實你是想它怎樣 即使你減肥的時候 你都不會減到 救命啊 我為了要穿到那條裙而減 你根本就為 我要一個Better me 要一個更好的自己去減 根本整個事情已經不同了很多 我覺得所以第一件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學會去愛你自己的身體 而且你要明白到 捕食這件事 真的好像剛才所說 不是一個好的感受 是很辛苦的 即suffer 不是只有你一個 你身邊的朋友要擔心你 你的家人都要擔心你 你自己一度這樣 通常捕食的人 可能如果靠後面嚴重一點的 可能內傷多一點 那靠後面嚴重的就是外傷了 那我就肥了 如果大家有看很開頭的影片 跟我現在比 是是是 真的都是肥的 但只不過現在再肥一點 這樣 是外在的傷害你 或者其實你的身體 根本就已經出了一些訊號 就是我今年是病得很厲害的 那我想我的抵抗力已經差到飽了 而且我整天都胃痛 所以這些根本就是留下的禍害 那第二件事你們要緊要 就是你做每一件事 都要為你自己做的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你只要學會在這個 這麼難生存的地方 繼續活下去 所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你都要覺得 你要為你自己做 你現在所走的每一步 就是你之後你很瘦的時候 即不是很瘦 是很瘦 我不好意思 你試一下可以整個舌頭捲一塊 那些人 就是你將來就會有些很好的東西 所以你只要學會 在這個時候 即使你有一件事很辛苦 你也要學會在苦中作落 譬如你 當你真的每一件事 你所做的時候 是為了你自己 而不是為了別人 我是要為了自己身體健康些 我要令我自己可以 proud 我自己做到這件事 可以減肥 就是這些種種為自己而做的事 即是你不要為了別人說你肥而減肥 而是你覺得你自己想你自己的身體怎樣 有些人可能真的覺得 我健康就OK的了 我不需要好看 但有些人就覺得 我想我自己有這樣的身形 你根本就是你自己一個的學構 即是我不是叫你們去餓死自己 去真的不是報食 就變成了厭食 做到自己很瘦 我喜歡自己很瘦 有時候也要看看那件事是對不對的 如果你是說 我是想減肥而好看的 我是很支持你們這樣做 因為其實根本每一個女生 都是想自己可以去 看到你自己最好的一面出來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是可以 你可以為你自己而做的事 然後第三件事 就是千萬千萬不要放棄 我想說 我就是因為放棄令到我自己有了這個病 所以我覺得放棄是一個大忌 你不要因為我吃多了這一頓 我就想 糟了我都會減肥了 我吃了這一頓肥了一輩子 不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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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這樣想 其實不是這樣的 你要知道 有時候做錯了一件事 是不會馬上影響整件事 可能有時候吃了一頓肥 就不代表你會這樣 但是如果你放棄了 你接下來的一段長時間 你都會 保食 然後你就真的 很有問題了 那你整件事就會錯了 如果你是明白到 小小的挫折 是不可以把你打敗的 可能我現在這樣說的話 你覺得很老套 咦 你這樣說的話 你就這樣說 但其實我想說的每件事 真心話 這個是我自己經歷過 我自己覺得 真的幫到你的 如果不幫到 我都不會在那裡耍口水跟你說 這樣 就是覺得 你記得 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 千萬不要放棄 因為如果你只要堅持下去 你繼續努力做每一步 它都會有成果出來的 好了 第四樣 就是千萬千萬不要再傷害你的身體 就是你不要介手 不要 就是 你太極了 你不要 不要扣喉 千萬不要扣喉 減肥扣喉 是一件很蠢的事 有些人會吃射藥 這兩件事我都做過 但是呢 我就告訴你 千萬不要再這樣傷害自己的身體 因為呢 你的身體是會瘦的 我告訴你 我真的太過耐忍了 我之前搞完那些之後 我又回到這個病的時候 我的身體今年是差得很厲害 我是經常都感冒 總之 我的身體一有少少的外來入侵者 入了我的身體 過了身體 就已經的抵抗力 是不懂得去救我自己 我可能一病就病兩三個星期 所以 千萬不要傷害自己的身體 雖然可能你會說 有時候壓力真的很大 我受不了 我又真的吃多了 那怎麼辦 那你就第二天去跑步 你就去做一下運動 其實有時候做運動都挺好玩 挺開心的 有時候叫朋友陪你去 也不錯 有些傷害自己的身體減肥方法 或者絕食減肥方法 其實我覺得 這些都是對你的身體不好的 那你就千萬不要這樣做 好啦 那去到最後 一樣呢 就是 我自己經常都這樣想 但是 不是現在 是以前 我經常都這樣想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你 不需要這樣想 其實整件事根本 為什麼不需要 不需要這樣想 其實整件事都不是那麼差 你肥就不代表你什麼都沒有 我身邊還有一些朋友 我還有家人支持 其實有時候可能得到這個餅 都令我明白到 其實肥就不是錯了 這樣 雖然可能我現在 還會經常被人笑 穿衣服 都是沒有其他人那麼好看 但是 我知道可以苦衷作樂 那其實 那我現在覺得 我自己想的一件事 就是 即使你 不是你自己覺得 你未去到你自己的終點 你未覺得 你的身體滿意 或者你現在覺得自己不漂亮 但是 其實 我現在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經過的 所有事情 是一些 本身已經 對自己身體很滿意的女生 來講 是沒有經歷過的 她未知道 是我們有什麼辛苦 才可以去到自己 去個終點那裡 那個喜悅感 她沒有機會得到 對不對 還有我現在都不會 好像那些人那樣 自暴自棄 好啦 就是因為我肥 所以 我就會穿 很大件的T恤 很大條的褲子 天天 臉一 不洗澡 這樣 我不見人 躲在家裡的那些女生 我是會很 正面地 去面對所有的人 我直至 正面到 一些這麼尷尬 這麼不想 人家應該不想 被人知道的東西 我都可以放上來 YOUTUBE 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為 我覺得每一個女生 都不應該放棄你自己 因為 你所走的每一步 都是為你之後著想 所以 你可能會被其他人見識到更多 感受到更多 亦都會學習到更多 所以 我有一個quote 是我個人很喜歡的 就是 Life is a climb but the view is great 就是你在生命裡面 是很辛苦 你爬上一個山上 你經過很多的東西 你真的很辛苦 但是 你去到最後 你看到那個風景 還有 所有的東西 其實一切都很美好 就是 當你做到你自己 想做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根本一切都很好 那 對 我今天就是 講完這幾樣 怎麼可以令我自己 更加 positive 其實呢 我就有一個 都可以說 是一個 好小小的好消息 如果你們 care的話 就是 我肥了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 那 最近我好回來 之後呢 就開始 我自己 去健康的減肥法 是健康 我不鼓勵 一些我以前做過的 stupid 方法 那 我就減了六磅 六磅 六磅也好過沒有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對不對 然後 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現在怎樣 健康減肥呢 你就在下面留言 我就 可能會 拔到Jade 來跟我一起說 或者 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再拍個video 給你們說一下 我現在如何健康減肥 最後我想說的 就是 你記住 你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 你身邊還有很多朋友 家人 慈禮 和我 都會支持你的 那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video 雖然和未來做的事 真的很不同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 記得在下面留言 和 thumbs up 這個video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很快就會被Jade出來 就不會只有我一個 自己坐在那 悶悶悶悶悶的 和你們說話 那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video 如果你們喜歡的 可能我和Jade都會多說一些 關於我們自己的經歷 或者我們自己的過程 或者 怎樣去健康 去 令到人生變得更美好的video 給大家 那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 看 聽我說這麼久 好啦 拜拜 這個就是我最重的時候 其實雖然不太好看 其實黏肥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 就是 二百 一十幾磅的時候 那 都有點可怕 那 這個就是我最輕的時候 就是一百 七十幾磅 雖然都是肥的 都是一個超重的狀態 雖然看起來都是一個肥妹 但是起碼 都沒有我之前二百多磅的時候 那麼誇張 那麼恐怖 為了令到我的最愛呢 都在這個video裡面 外面呢 我就加了一個我和她的照片 那時候就是我 最輕的時候拍的照片來的 那看得出我臉呢 其實比現在占很多的